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公 首先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 这一期关于我的赴美经历 没有办法按时更新了 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们一家人都刚刚落地在洛杉矶 然后呢我需要帮助他们在这边按家 然后还有工作 对 所以说我就没有按时地去录制 那么就是本来今天应该发我的赴美经历第十五集 但是我是真的是录不出来了 但是我这两天刚刚写了一首新歌 叫做《鬼压床》 然后呢今天分享给大家 我也会用尽快的时间 然后把我的第十五集赴美经历录出来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 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谢谢 在街边 在桥架 在公演的座椅上 蓝绿的衣裳 包裹着破碎的希望 我渐渐地睡去 在都市再想存在红色的建筑旁 正义的皮囊 补入着血厄的心脏 拖着疲倦的身体 我渐渐地睡去 梦到了一股的人在微笑 梦到了自己在哭泣 梦魇已把我们困在了这里 我挣扎 我试图把自己叫醒 醒来后却发现 这是比梦魇更残酷的世界 四人在天上微笑 火蕴在泥泥燃烧 被思想和一世四四地 按压在梦境 拼命地向后脚 却发不出声音 终于在死亡的边缘 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人们正喊水 在死亡里 在天秘里 被思想和一世四四地 按压在梦境 拼命地向后脚 却发不出声音 终于在死亡的边缘 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人们正喊水 在死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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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小样的代仇 谢谢大家 我会尽快地更新我的下一个视频 圣诞节快乐 拜拜 拜拜